客人通常要想想是否真的要去美国 很快就要交税 一拿到第一个身份就要交美国税 我交美国税交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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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苦 林康正在英国生活过很沉悶 你也说过了 反而又是一溝女 闷也好 闷也很适合退休 做运动生活也很棒 但是你觉得在英国 你在那边有10年 你觉得你作为香港人在那边 能不能生存吗 一定能生存 你生存没问题 现在就算是 如果在香港你觉得生存 如果你要有基本的生活 住监陆都可以的 又不用多大 要千多至二千尺 子女读书读得可以的 环境优美 生活舒适 又不会太 辛苦就要 华人就很努力的 我不当你辛苦他做事 英国很容易 美国很容易 基本生活很容易 综合来说 我差不多可以这样说 我的判断就是 香港人去到哪里都不能死 怎样我们可以做网台 为台湾 为在台的广东人广播 是 没问题了 我们也可以做广远的节目 移民台湾可能困难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拿着英国护照 这个给我忙吗 台湾是不容许双重割席的 是的 下次见 你再找一条 你说的 我还没想到 你做到一趟 我以后 你在读民家 你 你 如果 帮你 我 你